大家好,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海灵电脑李辽宇的基本操作要求 海灵电脑的要求非常细腻 因为在这之前我认为就是电脑操作就行了 看来没有那么简单 第一次比尔给我做的时候 他是把额头、手掌和脚掌全部都用酒精给它擦掉 当尼尔·Keynan给我做的时候 他说一定要有接受理疗的人 咱们或者就可以叫患者或者叫客人 自己要把手抓柄要擦 这两个都要这么擦 头上也要这么擦 脚板那个 脚蹬那个板也要自己来擦 他说要是别人擦的话 别人的这个DNA信息可能留在那里 这样的话对你的检测就不是很准确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严肃认真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没想到人接触什么东西以后就会留下我们的这个DNA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开始操作之前 首先要清理环境 周边不能有硬核的这个电器的工作 特别是手机 进入这个操作间以后一定要把手机关掉 然后呢 这这个我们的这个操作机器和周边的这个电脑 那个WiFi也要这个就是那个断下来 这样呢才能去做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然后周边也不能有很多这个繁杂的这些 繁杂的这些这个电器在工作 因为呢 这些会影响这个检测结果 刚才这个我也讲了 海灵电脑能够测出一百多万种生物电的频率 你想一百多万种的这个生物电频率 那每一种那要多么细腻啊 这个这个这个每个这个生物电的 这个人体的生物电是这个非常弱的 它0.06毫安呢 那么如果再加上它的电波的话就更弱了 那如果有其他的杂波干扰的话 它就会产生不正确的这个数值 那么它治疗过程当中就会误导啊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操作的是首先呢 开机之前 首先清理准备环境 然后呢 这个当你进入这个这个调理状态之前 一定要把手掌脚掌头全部都用自己 这个就用这个酒精来擦 然后呢 这个手柄和脚踏板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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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骨都要用自己的手来用酒精来 全部都这个擦洗干净 这些都是真的很重要的一条 这些做完了以后呢 一定要这个保持一种这个比较平静的一个心态 不能幸福的讲也不行 这个 当然是懒做 哎呀我做累了 累了没关系 但是呢 做的时候 这两个手不能交叉 因为这个两个手 左边 右边这个呢 是那个红色头的 左边这个呢 是黑色头的 如果他们俩交叉的话 又会产生呢 呃 电波的这个干扰 脚上那个也不能离开 也不能呢 相互碰撞 也这个 这些也是这个 呃 很重要的一些要求 因为通常情况下 手做 就可能就 出现这种这个行 这个都要 慢慢慢慢养成行 但不是很多嘛 最多是七到十次 一个疗程 就是这个样子 呃 说起实话 我听得有的时候也觉得太神了 激男 就是尼尔激男 他 我这个有个照片 他说他脚上啊 就是那个 大脚车的那个地方啊 就是那个 呃 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一个窗 我没听 听太懂 他说 骨头都出来了 但他就做了一次 以后呢 全部就愈合了 这就太神奇了 再一个这个 呃 海灵电脑呢 就是这个 说呀 比如说这个感冒 皮肤病 还有这个 呃 艾滋病 这些东西都是全世界的一个最大问题 这通常说 哎 感冒呢 其实感冒 很多感冒都不是治好的 是说起实话 是熬好的 一般都是三调五到七天 自己就好了 人体本身能调过了 所以说 海灵电脑的话呢 一次就能把感冒治好 那 这个 我们不能说 呃 治什么 什么病都能治 什么病都能调 不能说这句话 因为呢 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这个生物电脑袋就不一样 他的这个身体结构就不一样 那呢 这个 测出来以后 能调到什么程度 都不好说 和你的这个身体 呃 素质 身体 身体结构 身体状况和你的心态都有关系 因为心态有一个关系 你有些人可能就心态非常那个 呃 很不健康 或者很负面 那他可能治疗起来可能就真的是效果不是很太好 这也是也是一个呃 原因吧 所以 那个呃 这个这个海灵电脑呢 能够这个对这个精神类的应该说这个疗效 就是这个的就是这个改善非常好 所以我们这个呢 呃 这个海灵电脑就是讲 呃 通过这个 这个 调理来改善 我们的身体 健康状况 经过 调理 来改善 改善是结果 调理是方式方法 那么呢 理疗其实是物理治疗嘛 它就是接触的意思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物理治疗怎么治疗 是经过调理 通过这个海灵电脑的这个各自接触的部位 测试出人体的生物电 频率以后 由它来测定哪些频率是不正确的 哪些频率是这个不足量的 然后呢 它进行这个 呃 协调 然后呢 让它产生和身体的整个状况产生一种共振 所以协调共振是人身体健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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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为什么有中尼这个最爱讲的一句话 说句这个很实际的话 既能听懂又听不懂句话 什么 呃 这个 通着不通通着不通 就是就是其实就是就是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 它的这个生物电紊乱了 那自然就觉得不通的感觉 又哪里他 又这儿哪里他 什么哪里他 什么原因呢 他说那就不通给你扎一扎就好了 针灸理论 针灸的实践 其实是这个生物电的这个理论 生物电理论的一个实践 所以说针灸其实就是拨通这个这个生物电的一个一个一个 连接 可是 扎一个针才能扎多少个这个这个生物电电路啊 对不对 也就是这一两个电路怎么样 哎呀 那就是麻了 那就是扎的就准了 可是那么那么样去做 它的这个出现条可见而知 可是我们这个呢 通过身体的这个所有的部位来测出一百多那种生物电 是非常非常吸引你非常非常这个这个了不起的一种一种技术 那通过这个调理很快就能测出你身体有什么这个不是有什么问题 应该去怎么样调整应该去怎么样去调理 他全部拿出一个方案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特点在什么呢 他不仅能够撤出来还能够给你治还能够给你调 这是他这个超前的地方 你不要心电图脑电图他也能撤出来病 但是他能去治疗吗 他不能治疗 他只是帮助你哎呀 你的这个脑血管啊这个有点静卵了 或者脑血管这个供血不足啊 或者你心电图什么什么什么新电图有什么什么问题 什么什么问题而已而不是用他来治病 用什么药物干预啊或者是扎针啊或者什么手术啊 或者什么怎么样你看治疗方法是另类 所以说现在这个海灵电脑呢不仅能够撤出来 还能够给你调理来改善你的身体状况 所以我们说治病治病这句话是应该是和这个传统医学 传统的这个医学方法直接先联系的 是治病包括呢 这个打针吃药手术 对吧等等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这个呢 应该是属于调理 为什么叫调理呢 他是把生物电的频率给这个进行协调 然后要它产生共根 那你说它是属于质吗 不能说治就是调理 然后达到改善 改善不是治疗 那么改善改善改善好了 没了没了的结果 那是治病治好了 这是传统的说法 但是我们的准确说法应该是经过调理以后 让你的生物电产生了协调共振 改善了你身体状况 你处于健康状态了 你就没毛病了 你就不疼了 没有临床表现了 就是这样 所以操作这个海灵电脑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周边的环境弄好 来提高海灵电脑的效果 调理的效果 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 所以希望这个每一个操作人员 一定要养成一个严格的习惯 所以不能说 哎呀就差不多就行了 那你要忙不过来 你手脚不好说 我给你整吧 不可以 一定要养成严格的习惯 再一个就是 人人进进出出的带着手机 哎呀电话来的 不可以 一定要有好习惯 严格的习惯 如果不具备这个 那你要进行训练 所以进行训练 并不是说你只是学习 怎么去操作 按哪个钮 而是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心理素质 心理状态 来服从他的要求 服从这个机器操作的要求 服从这个超前和未来主义的 这个电脑的这个操作 归程的要求 这才是真正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